大家好,今天的新闻是 日本中小学临时停课 据很多家长不能上班 政府按人头给企业补贴 人民网东京3月9日电 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日本各地中小学 从3月2日起临时停课 对此,日本厚生劳动省设立一项制度 对有员工必须请假照顾子女的企业 按人头每天最高补助8330日元 一下是对相关问题的回答 日本政府为了安抚 无法在临时停课要求下 照顾孩子的双职公家庭 或当亲家庭 使他们待在家里也能获得收入 并支持防疫工作 因此推出了此项政策 日本国内的企业中 因小学、特殊教育学校到高中位置 偷儿所、幼儿园等机构停业 而必须请假照顾子女的职工所在单位 都可以享受这项政策 同时也包括员工子女有可能感染新冠病毒 必须请假的情况 这项政策覆盖的对象 不仅包括正式职工 也包括临时雇佣的非合同工和兼职人员 此外 这项政策所涉及的人员 并非是年度贷薪出价 而是要在工资照发或同等条件下 企业让员工出价的情况下才适用 这项政策推行的时间为 从2月27日到3月底 获胜劳动省对企业支付给输价员工的金额 在最高额度内给予全额补贴 超过限额的部分有企业负担 据悉 上述补贴金额的上限和企业补助金额度持平 获胜劳动省在讨论方案时 原本金额相当于因企业经营状况恶化 而发放的补助金的5到7成 但所相关的和局长的将其提高到了同等水平 再见